第二个呢 我们在临床上 一定要注意 汗出雾风这四个字 跟风水表示症 它的雾风汗出 有什么不同 这个是鉴别表虚和表实的要点 脉伏是感受风险 或者是有表证 或者是水气在机表 都可以出现脉伏的 然后深重 重就是水时进人肌肤 水时在肌肤里面出现的症状 深重 然后就汗出雾风 当然这里肯定它有一个深重 要是没有深重 就不一定是风水了 是吧 所以 这个 风水的 首先见到的症状就是 面目有 轻度浮肿 那是它的水气病的见证 深重 这能说明 有水时的存在 但凭这个深重 不能诊断为水气的 风水的 既然是风水 就必然它有一个 面目浮肿的症状 第三个呢 是汗出雾风 汗出和雾风 我们 在这个 表时阵里面 你说感受风邪 或者是风热之邪 可不可以有汗出和雾风呢 同学们刚才 听到张老师在讲的 温病的感受 风热之邪 有没有雾风的现象 有 那你怎么见别 它是表时还是表息呢 这里就很有学问了 我们在临床上 就要注意这个问题 这是关系到 你是要用麻黄 贵枝 或者是用其他的戚风药 还是用防几黄旗汤的问题 那么 风热表症 和表气息症 都可以有汗出和雾风 他们的区别要点 他们的区别要点就是 如果它是风热表症的 它是一个表时症 是吧 表时症 它必然是汗出不畅的 首先肯定它是一个汗出不畅的 怎么样肯定它是一个汗出不畅呢 从哪里可以看得出来呢 一个是 淡头汗出 身无汗 或者是这个人呢 细致汗出 细致汗出 就是断断续续的 有时就有汗出 有时又没有汗出 一点汗都没有 第二个呢 如果它是表时症的话 它汗出以后 出汗以后 雾风不会加重的 反而会减轻的 它感到 病人自己感到 出了汗以后 一身感到很爽快 那么这个就是因为 出汗以后呢 风邪有一些外邪了 外解了 那么 那么 病人就会感到舒服 出汗以后 反而感到舒服了 一个是淡头汗出 身无汗 或者是细续 断续续的 有汗出 或者是无汗出 这些都是汗出不畅的 临床表现 所以我们读书 西用意 一字之千金 就是这里来的 这是关系到你的诊断和治疗 如果它是表气虚 它的悟风和汗出是怎么样的呢 表气虚的汗出是全身出透了 头面身上 这些跟着人体的阳气 胃阳呢 胃气呢 也外泄了 它本来就表气虚了 现在胃气又跟着汗出而泄了 你说这个人 悟风的症状 是会加重还是会减轻 当然是加重 出汗以后 悟风明显会加重 我看过一个小孩 他来看病的时候 在门诊 脸上肿得很厉害 就是他讲话的时候 脸上的皮肤都在跳动 身上穿着棉袄 毛衣 可是他里面的衣服湿透了 悟风症状很明显 出汗一多 他的悟风就会异重 这个呢 就是一个表气症 同时 我们也可以 这个 有时候有的病人呢 可以在脉象里面可以看重 他的脉服 是服而无力的 这个也是 这个也是表息自憾的表现 所以治疗这种 风水 必须要一气 顾表 健脾 利水 用防止黄旗汤 这条方 在金石业病边已经讲过了 这里就不详细介绍 防止黄旗汤 是一个临床很好用的方法 它跟玉瓶风扇 有类似的作用 可是玉瓶风扇呢 它用来治疗表息 感受风邪以后的 治汗物风 而对于水气呢 水时呢 就作用不算很大 区别就在这里 它水时重的 你必须要加一些 利水 健脾利水的样 那么这个就是 防止黄旗汤症 风水加热症 是一个风水表时症 二十三条原文 风水雾风 一身细重 脉伏不苛 细致汗出五大热 叶皮汤组织 那么叶皮汤的方就是 这个麻黄石膏 生姜 大草 大草 干草 就加一个白族 叫做 叶皮加叶皮汤 如果它有雾风的 后面提出 风水就加白族 就是水气 就是水气 肾又有雾风现象 那么就要加白族 利水 那么它这条原文呢 是讲一个风水加热症 就是说水气病呢 化热了 水时化热了 风水 雾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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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脉伏 这个是风水的主阵 风水的主阵 无大热 无大热就是说 这个病人呢 没有高烧的现象 而实现中等度 或者是低度的发烧 无大的三个字 说明它是有热的 是吧 说明它这个病人 是有乏热的 可是呢 不是很高烧 为什么 不出现高烧呢 就是因为 病人有这个症状 蓄致汗出 你看 就是病人呢 断断续续的 有时会出汗 一出汗的时候呢 热血外泄了 它就发烧就降低了 有时候呢 它就没有汗 没有汗 没有汗的时候呢 阳气输到水时的困意 那么它就要发热 热血就会上升 一上升 它又出汗 所以 热血呢 又会退 这样 它就没有 出现这个高烧的现象 原因是因为有汗出 原因是因为有汗出 有汗出的原因 然后化热气达出的 然后化热引起的 所以它会出现这个细致汗出 因为它还有风鞋在表 所以它是一个表实症 是实出 实不出的 这里就可以看出 它是一个表实症的 一身细重 就是水时呢 一以肌肤了 说明这个病人 水时呢 比较重了 出现全身浮肿了 不单只是面目浮肿了 全身都浮肿了 也就是说 它水时比较深 阳气困意比较明显 所以它就出现 发烧的现象 断断细细的出汗 不苛 就是因为没有高烧 没有高烧 今夜未伤 所以就不可 那么综合起来 这个病人 它是一个悟风 脉伏 汗出 和全身浮肿的 一个病人 那么治疗的方法 就应该是 伐液水器 兼清理热 伐液水器 用什么来伐液水器 就是要通过戚风 解机 来使水器 外出 兼清理热 因为它有发烧 所以选用了 叶皮糖 这条方 它用麻黄跟生姜量 喂药 用来 心温 解表 使到风鞋汗出 同时 同时生姜 它还有一个作用 是可以散水石的 所以它用两味药 解表 先散水石 麻黄跟石膏配五 可以呢 伐液水器 和清理热 麻黄 发表 大家都知道了 石膏除了清热 还有一个作用 是什么作用 解机 石膏有一个解机清热的作用 解机清热的作用 所以这两个药 合起来 可以伐液水器 使水师从汗而解 然后 煎清理热 生姜大枣呢 是调和原味的 要是我们将这条方 加一个性能 又叫做什么方 加一个性能下去 是什么方 麻性是感讨 是吧 对于风水 对于风水 有以上那些症状 又坚有咳嗽的人 我们就要用一点 信任了 可以先发肺气 我个人体会到 不论你是风水 还是外感 感冒 发烧 你必须在新凉解表 或者是新温解表药里面 加一味到两味的 先肺的药 包括性能 或者是肌梗 用它一样或两样下去 它的伐汗解表力更好 病情更容易好转 这个是个人的经验 那么这里呢 他就没有用到性能 我们就可以按照这条方的组成 来给他治疗 这个是 风水加热症 先讲脾水的 脾水第一个呢 是 二十四条 脾水为病 四肢重 水气在皮肤中 四肢捏捏动着 防脊茯林汤组织 防脊茯林汤方有 防脊三两 黄旗三两 桂枝三两 茯林六两 甘草二两 这里 肩煮发 上五一 以水六身 煮起二身 分温三伏 TID 一天三次 吃服药的方法 不是叫病人吃一次就够了 先当都要三伏 现在很多人在临床 在门诊 患完病 好 病人走了 也不交代他怎么煮 要不要复杂 一天吃几次 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 这些服药的方法都不交代了 当中要可有可无 这样就严重影响了你的疗想 那么这条原文呢 它是讲 脾水 兼有表气 表气抑制的 症状 脾水在这里呢 可以 说是一个 脾胃 吸落 引起的 可是它的水食呢 是静人肌肤的 由于水是很肾的时候呢 它就会出现一些明显的水肿的症状 主要出现是四肢 因为脾足四肢 所以这个脾水也就是脾胃的问题 脾水 微病四肢肿 四肢涅涅动 它主要是强调这个 涅涅动三个字 怎么涅涅动呢 当然这个 这个症状 就是当 皮肤网 肌肉皮肤里面 水很多的时候 你这个人讲话 如果 头面肿得很厉害 头面 那么 都是水分 你讲话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这个人的 肌 这个皮肤啊 在震动 如果出现在四肢呢 只要你动一下手 四肢的皮肤都会 颤动 这个就是水食 充益在皮肤里面 不单止水食很多 而且表气呢 也受到困扰了 所以 这个症状就说明 水食很深 而且表气抑制 那么治疗的方法 要温脾 立水 行气 是吧 温脾 立水 行气 防脊 浮灵汤 这条方用防脊 和浮灵 两味药 来 立水 消种 倒水 下行 倒水 下行 然后呢 贵枝 在这里用贵枝呢 它是用来通阳气 通阳气 就是通基表的阳气 那基表的气机抑制 你不能够用木箱相互啊 是吧 用贵枝比较好 贵枝温通阳气 同时贵枝跟浮灵 配武 有化气 沥水的作用 加强 膀胱的气化功能 使他的水食 从小便而出 配浮灵 化气 行水 然后呢 然后呢 用防几肝草 补中 仪气 健脾 仪气 顾表 因为 它是脾胃 虚弱 引起的 所以 你不能 不用一些 健脾的 补中气的药 这里呢 黄芹是用 一般是用深黄芹 比较好 如果它汗出多深 上一条防几黄芹汤呢 水种不是很深的 可以考虑用枝 黄芹 蜜糖 炒过的黄芹 它的顾表作用比较好 有时候 你看啊 你要需要用它来顾表的 你可以叫病人 拿药回去以后 把黄芹剪出来 加一点蜜糖 在锅里面炒一下 炒到它 转黄色 这个叫做制黄芹 起它顾表止汗的作用 那么 如果是用来消水 又要用它来健脾 顾表 那么你用深黄芹 深黄芹 深黄芹 深黄芹它有健脾 顾表的作用 同时还有一个沥水的作用 这个是防几 防几福灵汤症 就是四肢捏捏洞的 那么这两条方呢 防几黄芹汤和防几福灵汤有什么不同呢 我们看防几黄芹汤 我们看防几黄芹汤 它用的黄芹是一两一分 防几是一两 再加一个白竹呢 健脾立水 那么说明这个人全身佛种 深重 卖佛深重 是水师呢 偏力 偏向 所以他用白竹 黄芹的用量比较轻 而防几福灵汤呢 防几是三两的 防几也是三两的 它加上柜子 而不是加白竹 而是用柜子来走表 温阳 行气 所以说明 这个病人 他的水呢 是偏于基表 走表 所以这两条方呢 都是有仪器 供表 行水的作用 但是 防几福灵汤 偏重于走表 行气 防几黄芹汤 偏重于走里 走下 所以他加一个白竹 就这样不同 那么临床上 你们都可以考虑 如果他表 表在表的水师 也很甚 又感到深重 悟风 你可以两条方 何方 一样可以 这个就是两条方 的一些区别 第二十七条呢 是脾水的 洋育症 借而脾水者 浮灰散组织 绝 脾水的组织是什么 四肢浮肿 这个脾水两个字 就包括他有四肢浮肿 这种病人如果出现四肢冷的 四肢发凉的 他可以不 自己不感到有明显的悟风 但是人家一摸四肢是凉的 也有的病人 他自己感到四肢有怕冷的感觉 所以这个绝 是指四肢绝了 四肢发凉 这个发凉 在这里来说 不是因为阳气的不足 而是因为水师太盛 事先阻碍阳气的通行 这种情况下 你再用多一点的温阳药 也无济意识 因为他水师不能够外出 继续的阻碍阳气通行 所以像这种四肢那么肿 又四肢发凉了 那么治疗方法应该是什么呢 利小便 一天是说 治死不利小便 非其治也 治疗水师的人 你不用利小便的药 那么就不是治疗水师病 在这里呢 他是用利小便 使到水师外出 然后阳气才能通畅 所以这个四肢发凉的人 同学们要注意 不能够单纯想到温阳 而很大程度上 要用利时的 所以通阳不在温 而在利小便 一天是也讲过 通阳不一定就在于温药 而在于药 利他的小便 所以根据这种情况 张仲敬早就已经想到 这种四肢绝狼 是阳气困意的引起的 所以他用蒲灰伞 蒲灰伞呢 有人说是蒲黄灰 有人说是蒲戏草 有人说是蒲戏草的灰 有人说是蒲黄灰 有人还认为那是香蒲草 香蒲草 香蒲草就是 有的地方啊 到了这个端午街的时候 在门口挂的 那个叫什么 两条很长的 这个就是香蒲草 香的 乡下人认为要来辟邪的 其实因为香蒲呢 它有这个汽水石的作用 所以鼠臂加湿 所以呢很多人就喜欢用这个香蒲草 但是江西中医学院有个老师 就是他经过考证 认为这些说法都是不正确的 因为这些要通过你收灰以后 没有利尿作用了 只有一个蒲黄灰呢 就是蒲黄灰呢 它还有明显的利尿作用 所以蒲黄灰是利小便的 但是它有一个止血液的作用 所以嗜血流至下交引起的小便不利 血尿 静下血尿 或者是路远的血尿 都可以用这条方 所以凡是嗜血 机遇下交引起小便不利和小便出血的 都可以用这条方 两味药都有利小便的作用 蒲黄还有止血的作用 这个是洋溢症 第五条 离水者一生面目黄肿 小便不利固令病水 假如小便自利 此王金叶固令可也 叶皮加苏汤煮之 这条原文呢 讲的是离水的重症 就是皮水的重症 而且是加热的 加热的 那么这个叶皮加苏汤呢 应该放到 按照正一般的文写文章的方法 叶皮加苏汤几个字 应该放到固令病水下 小便不利固令病水 小便不利固令病水 叶皮加苏汤煮之 假如小便自利 此王金叶固令可也 应该是这样排的 这种写法是古代的一种 古代的一种倒庄文法 叫做倒庄法 文字的倒庄法 条文讲到 一生面目 黄种 朱家呢 把这个黄种解释为红种 也有道理 就是在横种 一生和面目都横种 种到什么程度呢 种到 乏量 同时呢 有一点变得 好像看上去有点黄的 淡黄色的 其实 说黄种也是很有道理的 就是种皮肤啊 看上去有点淡黄色的 很种 那么这个症状呢 一个说明 这个皮水呢 水气很盛 第二个 它种到发 发量 种到变得一点淡黄 就说明呢 阳气受到混运以后呢 热血呢 有一阶了 洋溢则热 有热向 同时呢 出现脉尘 尘是足里足水的 所以它是一个皮水 皮水 小便不利 小便不利呢 是由于脾气不能够硬化水时 那么第一个 水时呢 不能够下达到膀胱 第二个呢 由于脾气不能够转速 经液到肺 由肺通调水到下收膀胱 这个 其道呢 受到影响 两个其道 都受到影响 所以这个病人呢 严重的小便不利 又小便不利 又一身浮重 而且呢 有点热向 那么 这种情况呢 就是要伐汗清热 也是伐液水气的 因为水时代表啊 总是它是皮水 但是水时代表 仍然可以用伐汗的方法 所以伐汗行水 见皮 因为它是皮须引起的 所以用液皮加酥汤 液皮汤刚才讲了 是伐液水气 兼清理热的一条方 对吧 这里面的湿膏跟麻黄 一定要同用的 一定要同用的 然后加一个白酥进去 主要是加强 健皮 液水 那么这条方 我们可以看到 一方面 可以使水时 从伐汗 而且第二个方面 水时 从小便而出 是汗发和下发的 两个方的同用 这个是皮水有热的 跟风水有热症呢 症状相同 但为什么 风水就没有用白酥 而是单用 这个叶皮汤呢 因为风水是因风制水的 而皮水是因皮须引起的 所以 所以他就用了白酥 这是有热症 二十五条 离水 叶皮加酥汤 煮汁 甘草 麻黄汤 液煮汁 这条是 重新再强调 皮水呀 它有轻症和重症 重症的话呢 他提出两条方 就是这个原因 重症的话呢 就是刚才第五条所讲的 以神面目 黄种 卖成小便不利 有这个 吊食 有热 而且一身面目黄种 小便不利 卖成的重症 就用叶皮加酥汤 皮水 化热的 如果它是清症 皮水 皮水 其脉 治佛 外症 骨戒 疼痛 悟风 而这个是属于清症 脉腐 无法热的现象 只有 深重 或者是 骨戒 疼痛 而 汗 出 又少的 这种呢 没有出现 一身面目独肿的 只是脸上 有轻度 佛肿 深重 骨戒 疼痛 这些现象 明显的 轻症 那你就用 甘草 麻黄汤 两味药 这条方 吃完以后 一定要注意呢 叫病人 要病人怎么样啊 达到什么目的呢 要他出汗 要他出汗 所以喝了这条方以后 我们经常治疗感冒都是要这样 你怕你开的药 发汗力不够 有两个方法 第一 吃完后 加盖被子 令他出汗 这个是发汗的一种方法 第二种呢 吃完以后 吃一点热粥 比较热的粥 令他发汗 所以这条方后就讲到 温敷一身 重敷汗出 不汗 再服 如果还没有出汗 再给他服 到他出汗为止 这个是清正 风水的清正之法 现在再倒回来讲 二十六条 水之为病 其脉成小 属少阴 福者为风 无水西藏者为气 水发其汗 但既以卖 卖成者 以麻黄 父子汤 佛者 以杏子汤 麻黄 父子汤 就是麻黄 干草 父子 这里呢 它又是 温敷 拔分 日日三福的 这条 这条呢 主要是讲 风水 跟震水的 治法 水之为病 就是 泛指所有的 水肿病 泛指所有的水肿病 所有的水肿病呢 来到我们 首先要 搞清楚的 就是第一个 看看他有没有风险 首先要搞清楚的 如果他是有物风 少汉 而面目佛种的 那么肯定 他的脉象呢 会偏佛的 佛 主表 有物风 也是表现 凡是有风鞋的 一定要给他解表 所以除了用 叶皮汤 以外 清正 前面还讲到呢 用甘草麻荒汤的 而这里呢 再挤到一条例子 用性子汤 脉服着 用性子汤 所以 水肿病呢 从哪里来 分辨 分辨他 有没有风险 从哪几个方面来去区分呢 第一个就是脉象 脉象福的 说明水去 代表 活着是有风险 如果是 单脉佛分不出来 他 有没有表证 我们还必须要 找到第二个根据 那就是 物风 脉佛 有物风的 那就肯定是风血引发的了 那么治疗 就要跟他 发表 先肺 善邪 重景在这里呢 又挤出第二条方 清正的第二条方 性子汤 性子汤 他原文没有讲到 他究竟有哪些药组成 那么历代的住家呢 有两种看法 一种认为呢 是后世的三奥汤 三奥汤就是 麻黄 杏仁 甘草 是吧 叫做三奥汤 那么有的住家认为呢 是麻性液甘汤 就是三奥汤 加一个 石膏 石膏跟麻黄同用 要他来 伐液水器 究竟用哪一条呢 我们根据病人的临床情况 他确实有口干 有化热现象的 那就用麻性 试肝糖 如果没有明显的 如果没有明显的发烧 这是清正的 一般面上 脸上 远茧 这里有清度 佛种的 卖佛的 那么你就用信子汤 就用这个 三奥汤 麻黄杏仁 甘草 稍微 前面就讲到一个 甘草麻黄汤 他就没有加杏仁 在这里呢 他就加了杏仁 用杏仁呢 其实用杏仁以后 效果会更好 帮助肺 鲜发和酥酱 使肺的鲜发酥酱功能 恢复 所以我们治疗疾病 除了弓血以外 还要想尽千方百计 令肺皮肾三胶的功能 能够恢复正常 使水液通代线 畅通 恢复功能 那也是一个办法 所以他用这样的一个信仁 寒气 寒气凝着 鸡表 同时出现 寸口脉 瓷而舌 瓷 瓷 是阳虚 瓷 瓷 可以阻两个病 就是血血 就卖了 来往不流利 一个是血液不足 第二个呢 血液的运行 不畅通 所以出现这个 瓷而舌 那么里面呢 由于全身的气机 组织 气血通行不畅 阳气不足 所以在里呢 出现 腹部脉满 或者是心下痹满 胃 all 这 肯 � Ib 育 气 肠鸣 肠鸣是水食内流与肠间的表现 水走肠间历历有生 也是这个症状 吃气就是很容易排气肝闻 肝闻排气 这个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是十足气责引起的 中医认为是十足气责引起的 这种排气 那么站在西医的角度 认为排气多的人 主要是消化不良 肠道产气的细菌 繁殖特别多 这种细菌因为繁殖多了 就引起肠道的食物发酵 以致就出现很多气排出来了 那么中医认为是阳气不足 不能够消化水锅 气机阻振引起的气责水瓶 这个我们可以看到水瓶 水瓶气责这个现象都有 但是他没有讲到肿 只是腹部皮满 腹部脏满 频频吃气 这种情况出现 就叫做气氛病 主要是气肌 主要是大气不转 大气 整个身体的大气不转 所以后世的张希纯 他根据这个肌理 他发现胸中的大气不转 可以产生很多病 胸中是心肺所居的地方 是气血所居的地方 所以他认为胸中的阳气 大气不足 不能够运转 就会产生上胶的病 产生中胶下胶的病 那个是张希纯 在《冲中三西路》里面讲 所以他有一个深陷堂 胸中大气 转胸中大气的深陷堂 那么这里他的理论根据 就是根据这里来的 大气不转 很多气机阻塞 引起的 以示就会出现 下面这些症状 三十一条 三十一条说 气奋心下肩 大如盘 边如贤卑 随人所作 贵之气少样 加麻心 赋子汤煮之 这条方有 桂枝三两 生姜三两 甘草二两 大枣十二枚 麻黄二两 细心二两 父子一埋泡 上其味以水气身 煮麻黄气上墨 那猪药煮起二身 分温三浮 当汉初 如重行 疲中 极易 这条方以后 有什么反应呢 他告诉你了 那么这条 这个人 他就是一个 心下 尖大如盘 边如贤卑 心下肩 就是指味腕部 脏满 很脏 而且呢 你用手按他 检查的时候 用手按他呢 也会感觉到很脏 他是局限在整个味腕部 所以呢 边如贤卑 什么叫做贤卑呢 就是一个 杯子 倒过来 盖在这个 腹部一样 摸到 边有边 有边缘的 其实呢 它里面是气 由于气 堵实得太厉害了 所以 小一点 就是贤卑 大一点的 宽一点的 叫做贤盘 就是一个盘子 盖在这个 味腕部一样 大一点的 叫做贤盘 这里呢 就讲边如贤卑 边如贤卑 同时呢 兼有上一条原文讲的 有长鸣 富满 这个 寒气内节的 气机内节的 这些症状 甚至也可以出现 吃气 吃气以后 一样富满 这个症状 外症很有可能 出现物寒 深浪 不疼 就是上一条原文讲的 但是这个病人 主要表现就是 胃腕部 脏腕 脏实 这个问题 气急易减 那么对于这种 病人呢 张仲敬认为 用温阳善寒 通力气急的方法 因为他表气又不通 力气又不同 所以用桂枝汤 气掉扫药 桂枝汤 能够整份 喂养 也能够整份 疲养 所以 习宗可 在他的 金桂药料本义里面 讲到 外症得知 就是桂枝汤 外症得知 你用外感 用桂枝汤呢 可以解析 调炎味 内症得知 就是 脏腑的病 用桂枝汤呢 可以补吸 调炎阳 他为什么要 气掉这个扫药呢 因为扫药是 酸收的 不利于气机的消散 是吧 所以他气掉这个扫药 来整份 喂养 整份 皮养 都可以的 行气 你看 这个防己 忽灵汤证 他也是用 桂枝 来 通机表 的气机 是吧 所以 整份 喂养 也可以同时 整份 皮养 整份 羊 羊 羊气要运行 桂枝 很好 然后 用 加上这个 麻黄 父子 细心 就是麻黄 父子 细心汤 里面的 父子 是 温养的 麻黄 细心呢 他是用来干什么的 解表的 在这里不是用它来解表 可以用它来 温伐 里 羊 因为他两个要是伐散的 走表的 一方面我们用父子呢 来整份 皮 甚至 羊气 另一方面呢 用麻黄 细心的 发表的作用呢 使到羊气呢 基表的羊气 通行 所以他是起作 通羊 行气的作用 所以麻黄细心 有时候有的 病案啊 他用麻黄细心 不一定是要来解表 没有表证 为什么要用这个呢 因为 他可以 通行 羊气 再加一些温羊 要一起同用呢 使羊气 能够运行 所以叫做 温伐里羊 伐就是伐散 使羊气呢 能够运行 转大气 最重要的问题 就是要它转大气 所以你看这条方 它完全没有一个 行气的药 可是能够治疗 心下肩 大炉盘 边如咸背 这个气机 阻塞 完全是用 温通阳气的方法 来转大气 这个是一个 第二呢 原文三十二条 心下肩 大炉盘 边如咸盘 随隐所作 自输汤 助之 直输汤 又是胃腕部的 脏腕 这个是由于啊 气质 就引起呢 水节 才出现胃腕部脏腕的 可以肯定 由于水饮内间 病人会出现 有 同时有腹腕 和变糖的现象 变糖 腹腕 胃腕部脏腕 那么这个人怎么治疗呢 一方面他有水 一方面他有气症 张仲锦发明了一个 很好的 直输汤 自食跟白族同用 直输他 用白族健脾造势 用自食来行器善解 这条方 用来治疗 未肠道的疾病 不论你是胃炎 胃溃疡 还是胃神经观能症 或者是肠炎等等 凡是有脾虚现象 脾虚现象 变糖 脾腱 蓝炎 和腹部脏腕的 都可以用它来治疗 所以像有人要把这两个药做成一个成药 要它来通便行器 由于脾虚 浮脏 引起的大便不通 病人所表现的症状 肯定有脾虚的症状 食肢 食胎 饮食 大便 这些都可以表现出来 但是它大便不通 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就要研究 研究 它是脾虚不愿引起的 所以你就用这条方 效果就很好 现在有人把它做成一个口腹液 就叫通便口腹液 其实是治疗脾虚引起的 就是我们经贵的方 这条方呢 它讲到 福后 福中乱 达到福中乱 为水师因寒解散之相 如果是心下部位 这个变软了 那就是水师寒气外解的 福腰号的反应 要达到这个目的 才叫做有好转 下面来讲黄汉的 黄汉呢 在我们现在呢 很少见到 很少见到 所以呢 就 我准备呢 就简单的 讲一下就行了 二十八二十九的 二十八条 问月黄汉之为病 身体肿 乏来汉处而刻 壮如风水 汉占衣 石正黄 如脖子 脉自成 从何得之 失业 汉处入水中意 水从汉孔入得之 以其说贵酒汤注证 这条原文指出 黄汉产生的激励 症状 脉相 和脂肪 二十九条呢 是 黄汉之为病 两筋自冷 甲令乏热 此手力解 事已汉处 又生长目 到汉处则 此劳气也 若汉处已 即乏热者 久久 其身 必甲措 乏热不止者 必身 恶仓 若身重 汉处已 即轻者 久久 必身润 润即胸中痛 又从腰椅上 必汉处 下无汉 腰宽 吃痛 若有物在皮中壮 急着不能食 身腾重 煩躁 小便不利 此必黄汉 贵枝 加黄芪汤 煮汁 那么这两条方 都用到贵枝和黄芪 都是有汉处的 首先我们要知道 黄汉病产生的激励呢 是由于汉处以后 照理疏松了 经常的 转到水里面去洗澡 流润 那么这样的水时就可以进入你的基表 就变成了困意在基表了 那么基表有水时困意 阳气受到困意 阳意它就要化热 变成了 瓷和热 轻增与肌肤 而产生的黄汉 那么这两条方呢 这两条方呢 都是治疗黄汉的 表西症 都有汉处的 那么齐硕贵酒汤呢 是治疗 就是黄齐 少药 贵枝 苦酒 苦酒汤 就是齐硕贵酒汤 它是治疗表西致汉 汉处很多 的黄汉病 贵枝 贵枝 黄齐汤呢 它是治疗黄汉病 汉处不畅的 表现为 腰以上就有汉处 下无汉 腰宽 吃痛 这样的黄汉病人 他不是前身出汉 而是上半身才出汉 腰以上有汉 下无汉 这样一种汉处不畅的病人 就用贵枝汤 加上黄齐 来治疗黄汉 那么这两条原文呢 我就不详细讲了 最后呢 就讲到第十条的 第十条 祖麦跟义后这里 麦的诸臣 人当之有水 身体肿重 水病 脉出则死 那么这条原文呢 是讲 水肿病的主要脉象 凡是尘脉的 多数都是由于 水食 困意基表 亚裔脉寡 盈利 通行宿主 出现这种尘脉 这种尘脉 多数是尘而有力的 所以麦的诸臣 当之有水 但是不能够 凡见到尘脉的人 都一定会是一种病 必须 麦 正 结合 所以 张仲锦在后面呢 就指出 麦的诸臣 当之有水 身体肿重 要看看他的身体 有没有否种和沉重的现象 那么有的 麦正 结合起来 诊断是水气病 是可以的 如果这种病人 水病脉出者 就是说 水肿还是很严重 没有一点消退 可是他的脉象 由原来的尘脉 变成了 浮善无根的脉了 浮了 原来是存的 水气一来一胜 变成了脉象浮 而无根了 就是中暗和重暗 都完全没有脉象 这种叫做脉出 是阳气吸浮的表现 吸弱的阳气 外浮了 出现这种出脉 阳气 外液 离影 又很胜 这个时候必须要 用白通 加猪胆之汤 来救腻 这个就是 指出水肿病的脉象 那么水肿病的第二脉象 是原文第九条的 我就简单讲一下 原文第九条就是 这个 麦 受阴麦 锦而成 就是说 如果出现 受阴麦 受阴麦有两个地方 可以按的 一个是手的神门穴 第二个部位呢 是脚的大膝穴 太膝穴 太膝穴 这两个都是受阴麦 是主圣的 所以这里 这个地方出现 锦而成 就是指 胜了阳虚了 阳虚就寒水内流了 就出现这个 锦而成 在脉象 前面讲到 脉成而小 小 是指 水肆 这点是脉 锦而成 锦是指 它 是说明了 它阳气虚弱 寒血比较肾 才会出现 锦脉 都是肾的问题 所以 尘脉 也可以是主肾的 这个呢 就是 水气病 这个 所有的人文 那么 重点要大家掌握的 是 水气病 是水的主政 主脉 主脉 脉的 诸臣 这条原文 是什么 然后呢 就是 这个 风水和皮水的 辨证治疗 风水和皮水的 辨证和脂肪 还有呢 就是 气氛病的 两条方症 桂脂气少药 加麻心腹脂汤 和 治疏汤 这两条方症 有什么 不同 区别在哪里 这个是 重点要掌握的 这条案 辨证